搜寻马航失联班机进展缓慢 家属起伏不定的心更需要安定的力量 马来西亚慈忌之工在华裔家属下榻的饭店 举办第一场起伏会 邀请家属自由参加 同时也开辟心灵好书专区 希望透过书籍委婉传达人生无常 马来西亚的慈忌之工一大早就紧急的动员来布置场地 不管是椅子的摆设或是影片的选择 在在都非常谨慎以及用心 在华裔家属需求以及马航同意下 慈忌之工筹备了针对华裔家属的祈福会 各个流程安排都要再三开会讨论 避免触动家属敏感情绪 慈忌的影片都是以灾难为主 但是我们说如果在这样的场合又播灾难的片 会不会触动他们的那种心情或者那种感动 只是以祈祷那么念佛号跟那个唱颂那个回向文为主 会场里也设置心灵好书专区 书籍的陈设角度和内容都有学问 因为他们现在来到这边 他其实他是要找答案 他们每个人在这边是要等答案 所以比如说答案这本书 他可能一个飘品 他就可能会吸引到他 就是要给他生命中的答案 帮助他过关 然后也跟他给他知道 这一切就好像是自然的滑车 志工不过度介入 此时此刻安静的力量反而能渗透的更深 发挥于无形 华裔家属陆陆续续的抵达 而为了尊重家属的意愿 我们决定要退出这个空间 还给他们一个完全与自己心灵对话的时间 以上是大爱新闻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综合报道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综合